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正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说 唯有轻轻问一句 哦 你也在这里吗 前世因今生缘 就如古人所言 有缘千里能相会 无缘见面不相识 世间一切都是欲见 冷遇见暖 就有了雨 冬遇见春 有了岁月 天遇见地 有了永恒 人遇见人 有了生命 我们在人间寻寻觅觅 总会在不经意间 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遇到这三种人千万不要深交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提起李林府 可谓臭名远扬 他常年霸占中国奸臣榜 是后世人口诛笔伐的重点对象 作为玄宗时期在位最长的一位宰相 开元盛世的掌舵人 他不但没为盛世锦上添花 反而一步步把大唐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点 世景繁荣 百姓泰安 文化璀璨 盛世的衰败是无数人心中的痛楚和遗憾 李林府作为宰相 也是难辞其咎 他口碑差 人品更是让人不齿 从与他有关的三个成语背后 不难看出 人生在世 有三类人 千万不能深交 弄章之喜 不学无数的人不能交 李林府有个外号叫弄章宰相 外号的由来颇不光彩 有一年 李林府的小舅子喜得贵子 李林府向人道贺 开头第一句 文有弄章之庆 信已公开 满堂宾客无不言嘴诗相 在古代 家里生男孩 名为弄章之喜 李林府勿将章写成章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章是玉石 而章则是章子 由玉石变章子 不像是贺喜 倒像是骂人 在贩夫走卒都会饮两句诗的唐朝 李林府此举一度被传为笑料 不学无数 胸无点墨的李林府 和当时的首席宰相张九龄相比 可谓一个地下 一个天上 李林府大字不识几个 张九龄是文人偶像 可以写出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这样流传千古的家具 在才能上比不过别人 李林府就在其他方面动起了心思 为了巩固自己辛苦钻营得来的相位 他主要做了两件事 揣摩玄宗的心思 巴结五会妃 他屈负五会妃 支持五会妃为后 和五会妃串通仪器 阴谋陷害太子 搅得唐玄宗的后宫和前朝一片腥风血雨 为讨唐玄宗开心 他放弃宰相的职责和担当 只要唐玄宗想做的事 不管对错 李林府都一味逢迎 有一年 秋收时分 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 张九龄说 这样沿途会毁坏庄稼 等到农贤时再说吧 而李林府建议 长安洛阳不就是陛下的东西二公吗 你想住哪边住哪边 还用考虑时间吗 耽误了秋收 免除沿途老百姓的租税就是了 玄宗大悦 当即听从了李林府的建议 玄宗想任命牛仙客为宰相 张九龄坚持不立编工的原则 坚决反对 李林府说 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唐玄宗想费太子时 张九龄极力劝阻 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 李林府说 此乃陛下家世 何必问外人 以江山社稷为重 才是一个宰相应有的担当和气魄 李林府缺乏真才实学 为了保住相位 就一味溜须拍马 鳄鱼奉扯 无视国家百姓的利益 更让人气愤的是 李亨当上太子后 李林府担心自己拥立无功 日后会被清算 就处心积虑地想把太子拉下马 他任用库吏 罗知罪名 联兴三场大狱 大肆株连 把太子身边亲近的人 以及一些平时他不喜欢的官员 数百人牵扯其中 以莫须有的罪名 杀的杀 扁的扁 天下冤声一片 在李林府的步步紧逼下 太子年纪轻轻 头发就全白了 还被迫把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太子妃也休了 终日活得战战兢兢 唯恐刺死的赵书降道 不学无数的人 他的心是虚的 根是飘的 实力不够 手段来凑 这样的人 未达到自己的目的 往往不通过脚踏实地 刻苦努力来实现 而容易不择手段 不讲原则和底线 和这样的人交往 自身得不到成长 还容易被带偏 生活中 遇见这样的人 还是趁早静而远之 口密复见 表里不一的人不能交 如果说 指鹿为马是赵高的代名词 那口密复见 就是李林府的代名词了 李林府表面和颜月色 平易近人 一点也不摆架子 嘴上说得好听 看起来是为你好 背后却捅刀子 世人都称他 口有密 父有见 他听见玄宗赞美兵部侍郎 卢旋 清俊优雅 气质高贵 活脱脱地张九龄再生 担心 卢旋被玄宗重用 便将卢旋的儿子 卢旋的儿子 赵来 对他说 玄宗想让你的父亲 去岭南认官 如果不肯远赴岭南 肯定会被辩官 依我看 还不如以年纪大为由 主动请求到东都洛阳 去做太子宾客 或太子占士 这也是清贵县之 卢旋果然不肯前往岭南 便按照李林甫的建议 主动到洛阳认之 表面上为别人着想 实际上损人利己 口腹密件的人 让人防不胜防 李林甫发觉 唐玄宗想重用岩挺之 他就把岩挺之的弟弟招来 建议人家想办法 让岩挺之回一次朝廷 和皇帝叙叙旧情 说不定会被重用 当时岩挺之被贬官外地 不能回来 李林甫给人家出主意 让岩挺之上书 说自己得了风级 请求回京就医 这样就可以回来了 岩挺之不知是计 果然按他的建议上书玄宗 李林甫拿到他的奏书后 对玄宗说 岩挺之年事一高 近来又患风级 不如给他一个贤职 让他安心养病 玄宗接探良久 将岩挺之打发到洛阳 担任太子詹事 李林甫行好人之名 做坏人之事 表面一套背离一套 既可怕又可恨 为了打击李世之 李林甫对李世之说 华山有金矿 开采可以复国 皇帝还不知道 李世之把这件事 报告给了唐玄宗 玄宗问李林甫时 李林甫说 臣早就知道 但华山是陛下本命山 乃王器所在 不亦开凿 臣便没有提及 唐玄宗正为李世之 律世不周 就逐渐疏远他了 李林甫最擅长的 就是挖个坑 让别人跳 别人跳进去之后 他再跳上去 狠狠地踩两脚 压得实实的 表里不一的人最可怕 你永远看不到 他真实的内心 不知道他对你是 好的时候 心里打着什么样的算盘 随时都会被算计 这样的人难以防备 杀伤力还强 与人交往 一定要擦亮双眼 以防被蒙蔽欺骗 也无疑闲 极闲度能的人不能交 与李林甫相关的 另一个成语是 也无疑闲 有一年 唐玄宗下诏 临选天下有才能的世子 只要精通一意 便可到长安备选 李林甫建议先让 郡县长官 对世子加以甄选 将其中优秀者送到京师 结果送到京师的世子 没有一人合格 李林甫向玄宗汇报 天下的贤才 都在朝廷为您服务 也无疑闲 可喜可贺 可惜 我们的大师人杜甫 也参加了这次选拔 在李林甫的掌控下 淹没于云云众生之中 没有出头之日 用也无疑闲 来吹捧唐玄宗的 选闲任能 和大唐王朝的强盛 真是朝堂之悲 江湖噩梦 也无疑闲后 没过几年 就爆发了 轰轰烈烈的安事之乱 这巴掌打的是真相 有人这样评价李林甫 说他的一生 全在极贤度能 《诸厨异己》上作文章 他先是扫除所有 站在他前面的人 通过诸厨这些异己分子 扫清通往宰相 乃至独相的道路 当他站在最高端后 又开始向后看 铲除那些 有能力向自己挑战的人 李林甫害怕有才能的人 威胁到自己的相位 专门任用一些水平不高的人 他引荐萧炯为户不侍郎 萧炯跟他一样 当着其他大臣的面 把福辣读成福裂 一群文人笑叉了气 更严重的是 他上书唐玄宗 文士为将 切当事实 不如用韩族凡人 凡人善战有勇 韩族极无党员 这些人不识字 无法入相 对李林甫构不成威胁 但重用凡人这一决定 催生出一个改写历史的人物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安禄山 一个宰相 心胸狭窄 极贤度能 不愿选拔优秀的人才 为国效力 不从江山设计的 长远利益考虑 只顾满足自己的私利 结果用一个盛世王朝 来陪葬 有句话说 下等人 人采人 中等人 人挤人 上等人 人帮人 和极贤度能的人 在一起 就像筐里的螃蟹 谁也爬不出来 真正有大格局 有远见的人 他们看到的是共赢 成人为己 成己达人 共同成长 合作共赢 才是生存之道 利林府 一生积极钻营 害人无数 为保自己的相位 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到最后 却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活着的时候 因为作恶太多 他在家中 也是如林大敌 住的地方 重门覆辟 一晚上 要多次转移住处 即使家人 也不知道他 究竟住在哪里 而死后 还未下葬 他的对手 就诬陷他 勾结少数民族将领 图谋造反 皇帝剥夺了 他的官爵 查抄了他的家产 子孙 全部流放岭南 他本人 也被人 从棺材里 抬出来 拿出嘴里 寒的宝珠 脱掉身上 穿的紫袍 换上一口 薄薄的小棺材 按普通老百姓的 规格 草草下葬 有人说 人的一生 事不可做尽 人不可做绝 凡事留点余地 才可以让自己的人生 游刃有余 太过心狠手辣 太过伤天害理 反而没有福报 愿你一生 以此为鉴 学会 十人渐有 相互一败 共同成长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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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